黑色的 黑色的 哈喽,今天是13号,我的Valmas虽然没有保持坚持日更,但是也算是走到了一半 今天还是基本上和平时一样,就是早上的话其实我一般就是早晨的时间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我就会处理公司的事情 所以呢早上的话我可能就比较少其他的活动 然后其实基本上我整个Christmas的12月份的话我是没有提前做太多的规划跟安排 就是我心中大概有一些想要去做的事情,那就是抽空,如果有空的话呢我就可以去做 那我今天的话其实现在已经是下午的时间了,我基本上公司的东西都已经弄完了 如果有其他的东西的话我通常就是我留在半晚的时候再去补墙 所以这个下午的话我就可以自由安排我自己的时间 那今天的话我可能就等一下出去找个地方做一下 然后就是去处理我的YouTube和那个什么我最近在就是学画画嘛 然后就是说去做我的这些画画课的一些功课 ok那我刚才其实就是已经简单,我衣服已经换好了 然后就简单收拾了一下,我现在就是没有睫毛 所以我今天我最近其实没有中睫毛,我就是贴假睫毛或者是直接就是涂这个睫毛 镜子还是太远吧,像拿个小一点镜子,隔着比较近 我前一阵子去检查眼睛的时候就是我有问,我说我现在近视 然后我现在这个年纪大概要多久才会变成原视,然后会不会就是抵消 然后那个医生是说好像真的还是可以抵消一点点 但他说我还是有点太早了,现在想这个东西有点就是过早 那我睫毛膏用这支 我其实比较支持大家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去做睫毛 如果就是你有在在乎就是眼睛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做睫毛的话 呃就是找一个比较可靠的商家 然后确保他用东西是比较好一点的 不要是用那种非常劣质的胶水之类的 然后去试一试口碑比较好的做睫毛的地方 因为其实如果你要化妆 那就意味着说你每天如果化睫毛 然后你就要卸 我个人觉得卸眼睛的时候是有拉扯 那因为最近我就是不接睫毛了 我又开始重新化睫毛 所以我会明显感觉到就是在卸睫毛的时候 我是要揉搓的 所以你其实卸眼睛的时候你多多少少都会要揉他 那我觉得如果你并不是一个眼睛上非常大错文章 可是又想提神的话 我觉得就是可以去接睫毛 这样子的话你每天就是几乎不用担心眼睛这一块 你几乎眼睛可以不做任何其他的多余的动作 就是起床脸洗干净 涂完cream就可以出门了 涂完sunscreen就可以出门了 就是会比你完全没有任何东西稍微来的好 那么一点点 然后我刚才补了个眼线 因为我今天就是比较 我身上颜色比较重 所以我眼睛想要share一点 OK今天用的是Anastasia的这个非常深色的一个唇膏 比较酷一点 这只口红好像我也是买了蛮久 但是我几乎 好像用过不知道一两次这样子 它也是不脱色的 然后这个颜色是比较乌的颜色 就我现在在镜头里面 我看的话是稍微红一点 但是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中 我觉得看起来就是会比较乌黑一点 我今天就因为全身都是黑色的 所以我就涂一个比较深色的颜色 OK那我就继续我下午的安排喽 我今天就喝了一杯 吃了一杯 一杯 小时,在那里面 煮粧 吃清早 ד位 对 他有眼睑 他 比较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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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